原来焦点还要来聚焦 掌闻自导自演的《一步之遥》 在大陆上映第一天 狂吸5亿台币票房 也成为众所瞩目的贺岁大片 不过女主角舒奇 她饰演的是一个金城格格 戏份相当吃重 之前还说为了被16月 这么多台词相当的辛苦 不过她这一口又结合了 台湾香港口音的独特腔调 现在却完全用不上了 改由央视的播音员 来自证腔圆的金片子 来帮她配音 杨玛你娶我 由大陆演员姜文 自导自演的芯片 提前在大陆上映 首日就狂扫5亿台币 其中饰演金城格格的女主角舒奇 还为此下足苦功 可是我那个演讲 大概有16页的纸 16页纸的对白 也是我从来没有 我可能 有时候连一部戏的对白 都没有16页纸 接拍前一个月 特地到北京找老师学金片子 舒奇当时还坦言 16页的台词又多又密 得全部硬背 想不到被了半天的台词 到大陆一播 居然听不到舒奇原因 各位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 正在直播的国际时讯 本来一向被视为舒奇 个人招牌的台湾香港口音 想不到大陆播出版 全片只有舒奇被换掉原因 改用央视播音员杨成 以一口自证腔圆的金片子 帮她变音 曾配过《甄嬛传》 阿凡达 《复仇者联盟》等 古装剧集好莱坞大片的杨成 是央视节目的专属播音员 这回成了舒奇的声音带打 再度爆红 不过大明星被换口音 可不是第一回 讲话在明显港枪的周润发 或是梁朝伟 也都曾在大陆上映版本 被换成十足金片子 梁朝伟甚至称之为最大遗憾 这回虽然剧组解释 舒奇演出的北方人角色 讲求腔调才被变音 不过喜欢舒奇的粉丝 恐怕还是会小失望 记者吴嘉宾里被学员 台北则上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吴嘉宾 中文字幕志愿者吴嘉宾 中文字幕志愿者吴嘉宾